四個失誤 這相當要命 周柏欣外線被放空 周柏欣 剛才前面講到了 如果他這個臉投進 海神隊就麻煩了 對 來 87-90 郭漢能 這裡給Brickman的三分外線 空心擴舞 這個三分對海神來講 價值連城 對 球交給柯欣斯 一對一單打 柯欣斯外線拔起來 跳投進 柯欣斯39分 還是等不住啊 還是等不住 對 而且你真的在外圍 要有人去協方也沒有辦法 對 沒辦法 39分 七個籃板 Brickman突破進來 也是得分 海神隊的小技能 Brickman 胡龍帽在湖底接球 Brickman 回給胡龍帽 外線的空檔機會 龍帽起了 三分外圍 跳投得分 海神隊這一段 完全就是靠 Brickman一個人 不斷地穿進傳出 而且去找尋到最好的空檔 第四節的海神 連續兩度的落後 那也都是 卡布瑞 還沒一擊之力 又是柯欣斯進來了 41分 真的擋不住柯欣斯這個點 這只有兩格而已 然後目前 Jones舞范 布薩斯頂進來 這球被封掉 龍帽拿到 海漢第一時間沒有給犯規 反而是胡龍帽再來 一個 終結台皮獲勝了 最後機會的放槍 因為這個球如果進的話 其實台皮隊逆轉的機率 還是相當大 對 龍帽自己來 萬線拔起來 大號十分 一來一往 哇 這個三分太重要了 這個一來一往 大概就已經抵定戰局了 周柏欣籃下 這穩拿的兩分沒有投進 結果被胡龍帽 竟然投了一個這麼遠的三分 哇 龍帽這顆球 哇 哇 胡龍帽就是有英雄命的男人啊 去年在 最後的一個 對 一對一 切進來柯欣斯 突然之間轉身 在空中的急停跳投得分 他拿下了43分攀板 哇 哇 Brickman 又來 喔 這顆三分卡 不要殺死比賽了 時間還有1分20秒 但是Brickman的蹭跡 三分球是來自於 他自己的進攻籃板 他第二個罰球沒有罰進 但是自己判斷到 罰不進之後去撈到這個進攻籃板 對 然後投進了三分球 今天 第四節 我們看到海神隊 兩度被抬皮超前 那兩度基本上 Brickman 各人以一擊之力去返回比分 當然胡龍帽剛才那一季 大號的三分完全是靠胡龍帽個人 但是剩下所有的得分幾乎 都跟Brickman有關係啊 另外小將邱始軒 本場比賽也有17分的表現 好的 好的 讓時間自然的流逝掉 高雄全家海神今天回到了自家主場 在主場他們中場 以109比97 來擊敗了台平英雄 哈囉大家好 我是楊楊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囉